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两分钟的游戏 第一分钟呢 我希望二位用一切的努力去集中 好不好 集中想什么都行 想什么都行 只要注意力集中 对 然后高老师是白车 您是蓝车 好 一 二 三 开始 现在高老师学的数值是47 你不要跟我们俩说话 对 我看高老师在做运算 不是 我在背木兰茨 大家基本上都能保持在54 55以上 高尔仙已经过60了 高尔仙已经到了67了 所以大家看白车速度明显的 有了一个提高 你别说话 我的正在专注 好 我们今天来试一试 现在有没有可能通过放松 让车停下来 然后大家可以闭上眼睛 来去数自己的呼吸 看有没有可能让数值降下来 停了吗 对 大家可以看白车 我已经基本上放慢速度了 我是既集中不了也放松不了 好 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马上生成一个报告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高老师白车的一个报告 大家可以看之前整个数值是一直在增长的 就是高老师一直在努力地去集中 但是中间被我打扰了很多次 后来我们说要放松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 所以高老师可以很明显地去放松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精度的 一个能够检测大脑状态的一个设备 那我们也看看汪桑老师的这个数值 对 我们可以看刚开始 汪桑老师的数值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后来放松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下降 但是后来又集中起来又上来了